我們看這題 這題它說我身其互有側電變色條的電池 這個側電變色條實際上是互上去的 它基本原理是這樣 我們知道說你那個電池 我以前小時候也做過這個事情 就把一條電就是鐵絲 能夠是N線 把一條線線一端接這裡 那些都通電 通電的話電流就這樣流 電子流就這樣流 那一流的話因為那個這個牽線 它有這個電阻 那有電阻的話它就會發熱 那發熱到最後會很熱 我那時候把兩個手指壓下去 過一會就很熱了 就要放掉 那這道理也是一樣 這道理的話是什麼呢 是說它這個側電變色條 它上面的話 這裡有兩個白點 那這兩個白點的話 它當然上面的話 有那個可以通電 這中間好像是石墨 那石墨可以通電 那這裡的話應該有那個 等於是有那個牽線 那要按下去的話就通電 那一通電以後的話 這個側電變色條 它會生熱 它會生熱 那一生熱以後 它上面有那個 所謂的變色液晶 變色液晶 激熱的話 它就改變顏色了 然後改變顏色的話 會從最下面開始改變 為什麼 因為最下面的話 它這個變色條的話 它什麼 它是下面比較細 上面比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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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這個 這個等於是電流 比較大 我們知道說 一根那個電阻絲 它的那個電阻 它的那個電阻 它是跟什麼呢 跟這橫結面 它是長環比的 你橫結面越窄的話 它電阻越高 也就底下的電阻比較高 那底下電阻高 上面 底下電阻比較高 上面電阻比較低 我們曉得 它是電流流過去的話 電流是一樣的 那我們曉得 這個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電功率 是等於 I 平到R 那你通過電流一樣 那你這個電阻比較高的地方 它發熱功率就比較高 發熱功率一高的話 它變色比較快 所以它會從底下 開始變色 一直往上變色 那你如果說 你如果電力夠中阻的話 就整個 慢慢的話 整個 整個什麼呢 整個那個 變色電條的話 就通通變色 這個是它的原理 這個 測電變色條 它是 互加下 互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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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他說 用手壓住 測電兩端的白色間 這兩端白色間 壓下去的話 它就通電 它就通電 發現測電條開始變色了 用工具 小心撥下測電條 發現電條的變色來自於其中的石墨電阻 這個是一個石墨 石墨電阻 測電條的石墨電阻原件 如土二 就是這個土 土二的話 這個土 就簡單的 這個土 這兩端白色的這個 白色接點 壓下去的話 它就通電 這個呢 是石墨 下面呢 比較窄 上面呢 比較寬 好 那 若已知 石墨電阻 越窄處的電阻越大 則 測電條 是由負極端的接點 開始變色 那麼 假到物的敘述 是何者 正確的為何者 我們看呢 假 它說 用手壓測電條 開始測量電子的電力時 通過測電條 較窄處 橫截面的電流 這錯啦 因為那個電衡不會累積嘛 電衡不會累積的話 所以你任何的橫截面 它電流都要一樣 它電流不一樣的話 它電衡會累積 電衡會累積的話呢 這個就不會變得 就不會是電中線 所以的話 它每個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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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面積通過的電流 都是一樣 所以呢 這個是錯的 假的話是錯的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儀 儀它說 測電條各處 橫截面 電流大小不同 這個是錯的 電流大小是相同的 好 再我們看看 儀 測電條 石墨會變色 是因為電流產生熱能鎖子 這個算對啦 就是說上面的話 石墨 石墨 溫度升高的話 它可能不會變色 但是它上面 會附有一些 那個變色的液晶 那你石墨 溫度升高以後 那個變色液晶的話 就會改變顏色 所以這個是算對啦 那我們看看呢 釘 測電條 測電條是由布底端的接點處 開始變色 這個對 因為什麼 因為最熱的地方 是從這裡開始 因為這裡的電阻最小 電阻最小 電阻最小 電功率最大 所以呢 它會最先變色 這個對 讓我們看物學下 布的話呢 它是說 由測電條的變色方向 可推論 當石墨電阻長度相同時 橫節面積的面積越小 電阻越大 這個對 橫節面積越小 電阻越大 這個對 所以這題應該選 丙、丁、物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 西